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节目是由我跟王军导博士一起给大家制作 给大家呈见 我们现在看到了在线的我们的明镜的网友非常多 一如既往的在我们的节目 支持我们的节目 下面先请出王军导博士 军导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导播好 好的 我们的网友现在应该说之前已经在热络的讨论当中 我们今天有六个题目跟大家一起要分享 首先我们来看看就是习近平说的不折腾到底是怎么回事 先看看相关的报道 那么他所说的这个不折腾啊 是不是和当年这个胡锦涛所说的是一回事 那么目前呢应该说中共刚刚召开了政治局会议 为这个两会啊 或者说为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做准备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到他刚刚在这个前期呢 去了山西 而且说了一番话 那么回过时来发现呢 这个现在这个当中有三个字不折腾 那么这是应该说在习近平2012年这个上台以来 第一次说出这三个字 那么当然他说的比这个当时胡锦涛的还要多一点 他说是要久久围攻 正确的东西就要坚持下去 不要反复 不要折腾 那么胡锦涛当年说的是这个不动摇 不懈怠 不折腾 那么胡跟习呢 是不一样的 胡应该说是自始至终不折腾 应该说可能也没这个能力折腾 那么三步啊 也就是他的很典型的一个执政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或者说是一个纲领 当然同时也背上了不作为的这样的一种恶名 现在呢 中国人有不少人怀念现在这个胡歌啊 大概跟这个习近平折腾不止有关 所以说呢 这个习近平治天下 这个应该说是天天在折腾 反贪腾刚开始很多人赞成后来呢 渐渐发现呢 也是为了清除异己 到后来是越来越过分 废除了这个 国家主席任期制 为终身制呢 也是开了道 那当然我们看到呢 待会儿这个节目当中还会讨论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呢 他的一篇这个 这个旧文 也就是2018年3月 这两会也就是在他这个 废除了任期制之后啊 对这个那次两会上的这个讲话 那么也是很有意思 一个旧文呢 新发 我们到这里看看 待会儿要看看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再继续说他这个 不折腾的事 那么也就是2018年的这个3月啊 废除了这个国家主席中任务之后呢 他的权力达到顶峰啊 好时光确实越来越少了 那么中美贸易战的随后就爆发 打了差不多两年 中间呢 又是半年多 到现在呢 这些问题没有一个解决的 那么中美呢 是元月份的 刚刚签署了第一件的贸易协议 然后呢 这个新冠又正式爆发了 所以说呢 现在又被指这个 在疫情早期啊 隐瞒疫情啊 扭曲真相啊 耽误这个全球抗疫最佳时机啊 等等 那么现在索赔啊 追责啊 那么越来越这个升浪一浪高过一浪 那么同时呢 这个中共这些战狼 外交官也是多多逼人 所以说呢 总的来看啊 中国和世界之间这个关系啊 从来就没有像今天这么坏过 或者说呢 没有像今天这么不消停过 那么习近平现在说出这个不折腾 他到底是醒悟了 是厌倦了 还是说他无可奈何了 一种脾态的一种表现呢 还是警告下手别下折腾 别做两面人 那么他应该说我个人认为呢 他这个不折腾和胡锦涛的不折腾 还真是不一样 那么下面请教 金涛博士 你怎么看 其实这个习近平的这句不折腾 把它放到上架文中看 再结合他这一段时期的政治作为来看的话 我觉得很多的媒体是错误的读解或者理解了 就他们把胡锦涛的 把这个习近平的不折腾和胡锦涛的不折腾 看作是一脉相成 实际上这是很不一样的 我们先说胡锦涛 胡锦涛这个领导人呢 他确实是一个性格比较平和的领导人 虽然他也生在中国一个大转型时期 但是呢也不完全是江泽民的掣肘 让他没法做事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他在做总书记的总理温家宝温相 还是他下面的令计划和李源潮 都是挺能折腾的 特别李源潮在折腾人事上 也是很能折腾的 那么令计划后来还有一个 在胡锦涛的末期还有一个计划就说 那么他你看陈良宇是在提前落马的 最后其实这个薄熙来也是在他任期后面的时候落马的 所以说胡锦涛不折腾呢 这个话呢是说胡锦涛性格上有去向 这个万润南先生 因为万润南先生也是清华的这个学子 他呢当年和胡锦涛两人扒火车串联呢 他是跟胡锦涛当时走的最近的 两州清华学生干部 后来万润南先生呢 先是办了中国最有影响的公司 后来又做了中国当时最有 让曹水元先生呢 做了中国最有影响的愿爱活动 那么在1985年大镇压之后 他又出任了中国这个最大的反对派 就是中国民政 他创建这个组 做了中国民政的操盘手 就是相当于CEO式的这个职务 也就是说但是他再回来评价胡锦涛的时候 他就说清华学子呢 做事上的优点也是在政治上的一个局限 就是说他们听话出活 也就是说做事上呢 这是一个很能干的一个特点 但是做政治上把握大方向呢 这又是使用他们有很多的盲点 所以我觉得胡锦涛更多是这样的一个 但是在胡锦涛任期的我刚才讲了 其实也没有少折腾一些事情 那么可是呢习近平不一样 习近平这个人呢 做事实际上没有什么事情 他做得很好 他全是在嘴 他的舌头是很硬的 但是他在做的实际上 我们看起来呢 都是很不光鲜 就拿这次执意来说 他当时搞了那么多东西 一出口就发现了 无论是关于疫情的通报 还是关于中国的那些防疫的设备和措施 以及执意的方式 到国际社会一检验 就会发现漏洞百出 大概都是百分之七八十的 是不合格的 就是按照在一个自由民主国家 和法治社会一个开放 已经是不合格的 所以说习近平呢 他这个在很多地方上 胡锦涛的优点 虽然他也挂了个清华学子的名字 但其实他是肯定是名不符实的 如果把习近平这句话上下来理解的话 我们来看他出生什么意义 就在我看来呢 这个折腾和不折腾 有四个层面的事情 第一个层面是政策层面 你要不要折腾 就是你今天说搞百分之十的税 今天你要去载民营企业家 明天呢你又说要稳定民营企业 第二个呢 就是人事上你要不要折腾 今天你搞清洗 明天你要不要搞清洗 第三个是制度上你要不要折腾 今天呢你搞独裁 明天你独裁累了说我再搞一个大家这个我退到二线去吧 做一个后台的独裁者 前面让别人去干事给一定的空间 或者是呢我愿意把权力跟一些人分享 那么以后搞好就再把他给拿掉 像毛泽东当年干过就干过这个事情 那么最后一排个人心上 我让大家有种折腾的感觉 我觉得如果分析习近平的话 我觉得实际上呢他有两个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理解 第一个角度来理解呢 他这个不折腾其实就是论事 他很有意思啊 你看他说不折腾的地方是在一个转型综合改革试验区 说的 那么既然是转型的综合改革试验区 那个地方就是个折腾事的地方 首先在政策上 他就是要不断的试新东西嘛 他不是一个正正常常的一个要搞稳定建设 那个地方就是要 要把各种各样东西都放到那试一试 但是他在那讲这个呢 他显然是对一个特定的一个事情来说 我觉得很可能是对一个就事论事的 对一件事情说 这事呢 就是久久为公 不要反复 不要反复和不折腾一样 胡锦涛说不折腾 那前面还有两句话 不走什么改其意志的邪路 也不走什么什么的老路 对吧 那么胡锦涛显然他就不赞成前面这两句话的第二句 他是赞成第一句话 不走改其意志的邪路 这是他的他的这个 他的四个自信是对着这个来的 至于说不走老路呢 我们都知道他在往毛泽东的回归 他的四个自信中的制度自信 和理论自信中 他在他 你看那个大陆解读四个自信 都说是源自于毛泽东那一代革命家的探索 虽然他带来很多错误和灾难 但是他的这个基本的架构是那个时候搭起来的 基本的信心是在那时候形成的 所以他在这个不折腾呢 显然就跟胡锦涛这个在政治层面和思想意识的层面是一样的 所以就是论 我更倾向于把它理解为就是论事的说 他觉得可能大概看了个展览 听了汇报之后 对某一件事做了一个指示说 这个事呢就要稳定下来 不要再动吧 那么还有第二个就是 其实我觉得虽然很多媒体的广泛的解读 我不大同意是跟胡锦涛这个一脉相同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角度还是同意的 就是我想说第二个就是说 他现在呢在面临着那么多的压力 那么多的问题 他现在确实也一筹莫展的情况 你看啊 中美贸易战 香港问题 台湾马上520的就职在即 这个还有中美在南海和台湾问题上呢 可能要擦枪走火 其实中美跟在全球各个角度 都在激烈的进行角度 中国的一带一路和美国呢 这个他的这个很多地方在进行角度 在这么还有中国的经济要面临全面滑坡 而且在这之前 他刚刚动了又对政法西要做第二个大手术 第一个大手术 他是利用孟建柱去清洗周永康 第二个手术看来要让王小宏全面接管 要清洗孟建柱 这么多的事情都在记忆的时候 他想呢这个要稳定一下呢 一些一些局面 想呢 以便他更好的集中精力处理另外一些 中共和苏共啊 这些共产党外 包括北韩在那 这些集权的统治者 在大权高度在握的时候 在他们做事可以收发自如的时候 他们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要集中精力去解决一个问题 把其他问题先放一放 所以也许我觉得他这个不争 就在于他面临这么多压力的时候 他想集中精力对付这些问题 那么让他的大的局面上呢 人心上呢 让稍微稳定一下 但是这要说 从大局稳定的角度来说呢 我认为呢 制度上的事情 他还要继续推进 因为他不进入强化独裁 你看他提出了一个说 在制意中充分证明了 我们的这个制度的优越性 他其中讲的叫举国体制 而且是在说这个新型举国体制 对 这个新型举国 好 我们以后可以找钱来探讨 他的新型举国体制 其实就是一个战时动员体制 你看他跟民主党派讲话的时候 全是在打仗 对吧 什么阻击战呢 什么这个战 还有什么物资的运动 阻击击战 对 还有这个 这个叫物资调配的运动战呢 什么这个 你看他这个 这个加务生一脑子打门 我看习近平治下院不打一仗啊 他都觉得他权不了 他伟大领受的这个声誉 当然你才像 贤隆搞十大武功呢 他这个年龄整理就不够了 但是呢 他肯定将来要用打一仗的方式 来完善他的这个丰功伟绩 但这个呢 回到我们的话题来说 我觉得呢 他现在的说的不折腾 其实他在人事上的呢 各方面制度上 还有人事上也是 像刚做完这个准利军这个清洗 对吧 他前面还在做进一步的 还要进一步的清洗在那 所有的这些干部呢 这些跟这个什么孟建柱啊 这些政法官跟他有关系 都是人心惶惶 对吧 他不能不清洗 他不能停下来 我在前面几次讲都讲过 独裁呀 在建独裁的过程中 他是停不下来 他一停下来 他可能会翻车 他的那种猜忌心理 也不能让他停下来 宁可错杀三千 不能放过一个 因为独裁者的安全 就是他最大的考虑 所以总起来关于不折腾呢 我的看法就说呢 他和一般的媒体 现在解读不一样 我觉得胡锦涛 这个习近平呢 他跟胡锦涛那个不折腾 不是一回事 他更多的可能是两个事情 一就是论事的 一个问题的看法上 他说呢 这个事就这样了 不要再折腾了 那个是改革试验区嘛 可能所有时候都要这样做 那样做翻来覆去的 他说呢 觉得要稳定的 才能见功效 第二个可能就是 他想要说局势呢 现在我们面临那么多的局势 危险挑战的时候 要像所有的独裁者一样 我们要集中精力 像用举国体制呢 去新型举国体制呢 去应对某一方面最大的危机 有些事情要暂时稳定下来 可是我也没有觉得这个讲话 他很刻意的想传播出 他想稳定人心 稳定大局的这个意思 所以我觉得第二一点呢 可能也是做个隐身发挥 对事实进行了压榨之后 得出的一个结论 也可能就是说 这个中文当中 没有再好的词汇 能表达他这个意思 所以只能用个不要折腾 那么他应该说 肯定会想到 他说是不折腾 会和这个 胡锦涛当年这个不折腾呢 一定会有这种对比 某种意义上 也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说他所说的不折腾呢 就是说 就是他在这个十八大以来 上台以来呢 这一切 现在所 这个所勾勒的 这样一幅这个图画 或者说呢 这样一张路线图呢 就不要再动了 那么 前的胡锦涛所说的不折腾呢 应该说也是按照这个 邓小平这个路线的 继续走下去 这样的一个不折腾 这个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也很难得 因为这个 他刚刚还讲过 不要什么攻坚战呢 现在我给您解除静音 打个引号的 研究这个女性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们的人民领袖 之所以造就了他现在这样一些很荒唐的 大家看来非常荒唐的一些作为和行径 大家觉得是说义愤填膺 是吧 这个人怎么能干出这么 对吧 那个没有常试 没有这个啥的这样一些事情 是吧 但是我觉得这个责任的话 可能他只是成为他的这么一个结果 我觉得围绕在他身边的这三个重要的女性 应该负有重要的责任 一个就是齐心女士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的伟大的演唱家 彭女士 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这个女儿 对吧 习明哲女士 我觉得是说一个男性 在一个家庭里面也好 在一个哪怕这个男性 做了一个对吧 一个组织一个公司的主席也好 做了一个国家的一个主席也好 是吧 他的这个行为的这个逻辑 和他这个生长的这个环境 尤其是他家里的这个女性 对他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相当相当大的 所以说我想就这个这个话题 君涛博士给评价一下 看我这个这个角度去观察 有没有一定的这个道理 然后请这个咱们君涛博士呢 来做回答 对我觉得霍曼的这个角度 我基本上不赞成的 就是我认为呢 就一个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至于说他受哪些因素影响呢 比如像周永康给他什么刺激啊 还有孟建柱给他什么刺激啊 胡锦钞给他什么刺激啊 江泽民给他什么刺激啊 我觉得我们都可以讨论 都可以研究 但是我觉得呢 不应当把他归结为女性 即使其心 那那西远平和其心 比起来谁对他影响更大呢 我觉得在没有这样这个分析之前 不应当用女性这个词 这里我觉得有点歧视女性了 这个霍曼就是我知道呢 你这个自由民主法治的酷爱者 也是平等的酷爱者 在这点千万不要 因为三个女性 即使恰好这三个女性 都是打击之类的人物 都是杨贵妃之类的人物 但是我觉得我们也知道 现在研究秦晓明认为 他们呢都是无辜的 实际上是君王无意 不易把他们当成了玩物 然后他们呢 本来就没有什么治国的意识 于是也甘愿在被君王玩弄的时候呢 获得一些自己想获得的东西 最后这个根本不是他们无国 是君王无国 因为历史上 其实每个朝代的 咱们就在专制体中 雄才大六的君主 也都那个朝代 也都有很多美女 他们怎么没有去沉浸在其中呢 当然他们有后宫加力三千 但是就说明 我觉得这个事 基本上自己做的选择 习近平不是个小孩子 如果他这个七岁的六岁的孩子 还有个什么西梦武则林处 那他妈妈齐心要负责 但是所以在他现在这个情况下 而且你从他说这些话来说呢 以我对齐心女士一贯的观察来说呢 齐心女士也许不是一个 很有政治头脑的人 但是呢 这个他对这个情况 也不见得是说减轻 起码你从他伴随习近平来说 习近平至少在晚年上 只跟习近平的做法 就很大差距的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最重要一点就是 我们不要因为三 即使这三个女的都像 你所猜测的 或者假设的这样也不能把它归结为是女性的问题 好 谢谢俊道博士 接下来请网友吕欣宇发言 请讲 这个谢谢安华 谢谢这个俊道博士 因为我像这个 习的我觉得这种折腾 确实可能 我觉得一个是方向性的问题 一个是方向 然后呢 我觉得他这个就是 就是假设当时 假设当时像习近平 有像君涛这样的 像您像这样的 这个思想 我觉得他能够很能够 能够善于 多提取一些 然后反面的 就是稍微反面的 然后呢 或者民间的 真正的 比如我们在祝母会议室当中 有些我觉得这个观点 我相信他可能 对他治国理政 都会有很多改善 好 我就想听听 君涛您对这方面的看法 我觉得他还是周边的 他的一个谋层方面 出问题了 我觉得好 谢谢 对 新宇的 我觉得新宇刚才呢 有一个事情 我觉得提醒 我觉得非常好 就是说 其实折腾不折腾 我们更应该看方向 因为在一个方向下 折腾制度也罢 人事也罢 政策也罢呢 这个国家不会显得大折腾 比如我们想看 一八十年代 中国的改革开放 应该说也是翻天覆地 但是因为 它是一个改革开放的 大方向上 而越来越多的 想为这个国家 做贡献的人 感受到了自己 被提供了机会 那么可以大展身手 所以那个时候呢 大家虽然都在折腾 但大家不用这个词 为什么呢 大家觉得 是有正向的发展 就是感觉很好 所以呢 我觉得 其实真的就是 方向有的更重要 特别是当这个方向 有点背意人心 特别是给一些人 带来不公正伤害的时候 对这些人来说呢 这个就是个折腾 甚至不是一个折腾 它就是一种迫害 一种倒退 一种开地的倒车 其实现在对 很多对习近平的批评 是来自于 他的方向呢 有问题 当然第二个观点呢 我就不太同意 新女先生的看法了 他说呢 这个习近平如果要是用了一些 这个比如主张改革的人 比如像我这样的人 其实我不给习近平干活 也不是不给习近平干活 我有些机会 比如像这个了解我们这个时代人都知道 胡耀邦先生就很欣赏我 他对我有过一些具体的一些说法和评价 当时中组部呢 是管这个人 这个清理案工作的副部长王兆瓦 在给张开元先生信忠 对我的评价也很高 就是我是不想 后来不想在这个制度中 再去为一个就是不民主的政府做事 尽管在80年代 我对这个政府呢 这个改革的空间和 还是抱有很大的期待 而且我也当那个时候呢 为了推动这个改革 我并没有说 像他们在89年所指称的那样 说是要推翻这个政府在当时 因为那时候在这个 虽然药邦下在赵紫阳 还摆出了非常大的改革这样的价值 我还是很希望做一些事 同时呢 但是我觉得呢 一个人呢 政治上要有一个底线 就说如果你知道这个专制政权不好了 你就不要再去做这种 这个就是要跟这个专制政权 去做与虎谋皮的事情 他改革呢 就支持他 他不改革呢 就要抨击他 这是我态度 那么到了后来 其实89年开枪之后 我的那个辩护理 这个孙雅臣先生 他呢 有我的一个 他有我的一个庭审的基督 他就说嘛 那时候我在庭上 我就跟法官说 自此以后 我绝不跟共产党在做这种合作 那么我是当时在法庭上 我是这么说 所以咱以后之后呢 我就一直是在共产党这个外头呢 推动反对力量的这种出现 因为我认为呢 不论就是说反对力量 他有什么缺点和错误 他但是呢 一个健康发展的社会 就是李文亮医生最后那句话 一个社会总应该有不同的 生命组织好的吧 所以我觉得在 而且呢 特别是对一个独裁政权的转型来说 一个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的反对党 这一个必要的条件 这是我的看法 那么至于说呢 我觉得当然说 如果有一天比如说 我觉得我要是进到这个幕僚里头 我会不会比他幕僚做得更好 这个也很难做 一个人有一个性格 一个人可以在一个独立的情况下 可以做出一些发展 但是他真进到了一个笼子里头 他是不是有那么好发展就很难说了 你像我们知道在一个笼子里 一个金丝雀可以做各种各样的翻棍 这种宠物 但你让一头鹰 你把他关在个笼子里 他可能一个火都打不了 他就在里头会憋死 所以呢 这个新宇先生 就是我想的 我赞成一个观点 从只有一个观点 从我个人出发 这个过程中我的切身感到 我不再赞成 好 谢谢君导博士 我们今天这个第一个题目就到这 接下来呢 我们还有五个题目 我们网友呢 欢迎随时举手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来发言 今天的网友这个人数特别多 所以呢 我们这个 我们的导播呢 随时也会给我们这个 进行提醒 我也一直在关注 咱们这个聊天的这个 这个情况 我们接下来来看看 就是现在川普总统说 是有可能啊 要切断